好,这节课我们继续讲解复制器最后的一个案例 那首先先来看一下知识点 前两节课我们讲解了复制器的基本动画 和上一节课讲解的一个球形复制器 那这节课我们先来看案例 这个案例就是这节课要为大家讲解的 三维运动立方体复制器效果 那在这个动画中呢 大家看到有一个立方体的运动效果 那这个效果其实并不是通过三维空间来 其实并不是通过三维群组来实现的 而是通过一个三维复制器 那我们来看是怎么制作的 来到Motion 5 我们先把项目修改一个背景颜色 这次我们选择一个 这次我们选择一个青绿色 修改背景 好 在这个地方有渲染 对吧 我们可以修改渲染 我先修改一下 怕等一下电脑跑起来 太卡 会影响我们的进度 首先建立一个正方形 然后 在这个地方已经讲解了很多遍了 选择它 复制器按钮 画面中 复制器就建立好了 我们再来看这个地方 首先它没有勾选三维群组 我们要勾选上 看到下边就多出了两个选项 我们选择方块 然后对行 行和蓝都要编辑为一 平级可以多一些 好 下边就是对正方形进行缩放 我们来旋转这个项目看一下 看到画面中 此时复制器就貌似形成了一个立方体 那么我们下面再来建立一个摄影机 便于观察 我们选择上 好 我们挪到画面中央 编辑一下摄影机的位置 在上方我们看到 复制器已经变成了一个正方形 对吧 那我们现在使用的是三维观察图形 再继续换一个方向 在这个地方 我们同样也看到 复制器也变成了一个正方形 再换一个方向 我们缩小来看 此时还是一个正方形 对吧 好 继续变换方向 我们刚才已经使用了三四个方向 那这个正方体无论是从上左右来看都是正方体 那么就说明这个正方体已经被我们构建出来了 对吗 因为我们无论是从左右 上看它都是一个正方形 那么它就说明了至少有三个面构建成了我们的地方体 好 下边继续返回活跃的摄影机 我们再来观察一下 好 那么接下来我就需要对摄影机进行关键帧的编辑 摄影机围绕着立方体旋转的动画效果 好 下边就继续为摄影机添加关键帧 我们选择上 在这个地方比较好观察摄影机的运动 选择摄影机 属性 下边有旋转 我们对旋转添加关键帧 向后数15帧 这个地方添加关键帧旋转 第一个应该是90度 好 继续向后走 15帧 180度 外轴 再向后走 15帧 270度 270度 外轴 好 再向后走 15帧 我数错了 我们再继续向后数15帧 好 360度 好 修改项目时长 返回活跃的摄影机 我们现在把渲染修改为正常最高模式 烤慢的加R渲染 好 我们接下来就是等待渲染 好 现在渲染好了 我们来播放试一下 看到立方体 此时就有了一个旋转的过程 对吧 我们能够看到 这是通过摄影机来构建的 好 我下边不希望这个旋转的过程 始终保持在一个平面之上 那么 我现在对群组进行旋转 让它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修改它的Y轴 X轴 形成一个怎样的角度 好 我们再渲染一下 由于构建复制器 还是比较消耗内存的 可能有的时候 电脑直接播放 它将会产生卡顿感 那在这里 我会多多的使用一些渲染 让整个项目跑起来更加的流畅 好 渲染完成了 我们再来播放看一下 立方体 此时就会更像一个立方体了 因为它有角度上的变化 好 那接下来 我就需要对摄影机的关键帧 进行关键帧编辑了 好 修改关键帧 把它们都选中 选中之后 右键 插值 被塞尔曲线 现在对 关键帧 被塞尔曲线 进行编辑 好 慢慢的调整 被塞尔曲线 好 此时我们关掉 关键帧编辑器 项目放小一点 好 此时再需要 渲染 试一下 好 此时我们再渲染一下 稍等片刻 好 渲染完成了 我们放大全屏 看一下现在的运动效果 然后此时 立方体就是围绕着 我们的镜头旋转的了 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基础的 通过复制器 建立三维运动的效果之一 那我们到现在为止 三节课已经把复制器 讲解完成了 那希望同学们在课下 多多的练习 练习如何操作复制器 并对三维复制器 有更多的认识和熟悉操作 那复制器就为大家 讲解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将开始 讲解粒子发射器效果 好 同学们我们下节课见 回顾 回顾 给身体 回顾 完成